所以說這次McKinsey要去臺灣 共產黨這個內部真的是現在各種已經吵發了天 甚至有人建議一定把McKinsey的飛機給它撂倒 甚至打下來或者逼迫把它降到廈門或者菲律賓 如果從南邊島來 如果從日本的那邊過來的話 他們明確地說就用導彈雨給它封阻 這是有多麼瘋狂 這不是宣戰嗎 嚴格來講中共的這次氣球到美國就是宣戰 就是告訴你美國人我可以打你 我可以上你家打你 你還逮不著我 你不但逮不著我 你倆個影都摸不著 因為我那個成本幾乎可以忽略不及 因為控制的人在北京謀地 甚至在歐洲或者美國作為巴哈馬 古巴謀地 你找都找不著 這才叫影子戰爭 這叫不對稱的戰爭 這才叫超限戰爭 現在馬上給俄羅斯聽說現在訂三百萬個 你看啊 俄羅斯馬上把群體球就出來 這個東西有多少用途知道嗎 我明天早上再給大家討聊一下這個事情 那麼另外一個我想告訴大家 這兩天金融市場 最近竟然在香港出來的所有金融票據 如雪片般的到了西方世界 都是中國國有銀行 大銀行 中國銀行 農業銀行 招商銀行 還有中共控制的 所謂的恢丰銀行 大家在這幹什麼 這是國家造假隊來了 要到西方 像那什麼西方的基金 哎把你的資產壓給我 你這壓百分之五 我給你百分之百的貪保 然後呢你就回去 把你的賬就可以平了 哇塞這幾天瘋了一樣 大家你說這想幹什麼 這就是要拖住西方的債事股市 給西方的債事股市拼命的兌水 然後現在共產黨竟然大額的訂單 一定的東西都訂 比如說我需要一個 我就訂一萬個 一萬倍的正常 訂完以後我可以後面加一條 我可以無理由的毀約 你也不能找我賠 就這很多美國廠商都幹 因爲什麼 不可抗力啊 把病毒政府的所謂的隔離政策 都列入到 所有的不可抗力的動作 這叫什麼 這叫貿易超限戰 金融超限戰 我給你開了票據 到時候你毀約 你那百分之五都是我的 然後你經濟崩塌了 然後我訂了大量的貿易 這個貿易訂完一萬倍 不能兌現 你玩球蛋了 我可以今天 郭文貴這個今天的視頻 二月題號記錄 沒有世界任何人都 除了共產黨制度 這是共產黨多年前 觸心積慮的超限戰 藍金黃 科技超限戰 特別是在關鍵的發動戰爭前 要對西方直接進行一系列的貿易超限戰 這叫做貿易超限戰 金融超限戰它要連在一起 斷掉你的供應鏈 毀掉你的金融 社會動亂 然後大量的毒品 然後政治上的互相的掐架 內亂 這就叫搞弱你 搞亂你 搞死你 這叫塞